S788深度测评,我们在路上 近期我在评论区里面看到一条特别有意思的评论 说这么大的房车,高速你都上不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条评论后面竟然有很多的点赞仪表认同 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正在高速的隧道里面 我去,你这个速度可以啊 大车你都可以分分钟钟把它给秒了 前面呢就是高速服务区的收费站了 在此呢给大家科普一些房车小知识啊 虽然说这个车子看起来蛮大的 但是呢长度控制在6米之内 所以呢它是上的蓝牌 这样子的话呢C1驾照C2驾照都可以开 正因为这款福特T8的底盘是一款自动挡的车子 所以连你考的C2驾照都是可以去正常的驾驶它的 还有这个车呢它是属于旅居车 另外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如果碰到节假日 咱们的家用小车会享受高速免费服务政策 而这样的房车呢它也是同样的 评论区里面还有车友说你这个车太高了 哪也去不了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在驻车情况下 为了保证我们住的舒适性它确实是有两层的空间 但是在行车情况下咱们的整个二楼呀可以通过遥控放下 这样的话呢整车高度就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模样 车高达到3米45 不能说通过性非常好 但是能修的地方它真的不少 比如说我们此时此刻的驻车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多数的旅行爱好者也会喜欢的样子 看似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平台 但是它不是人为的观景平台 而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观景平台 大家看一下连路面都没有修 反而我们在这个地方感觉会非常的惬意 同时呢这里的温度比我们河南当地的温度能低下十来度 简直就是匕首胜地 第三块广大车友们比较担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车子这么大 刮风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是不是不能用 那本次受通测评的话呢也是老天赏饭吃 我们现在驻车就在一个山的顶峰 可以看到旁边很多的这种风力发电的风车 没有任何的遮挡物 在大风当中我们同样可以通过遥控 让它一键升起 因为下方呢有四根一压之腿 每根一压之腿的承重能达到十吨 那四根呢就是四十吨 而这个车子才多重呀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说 刮着风下着雨有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了如果是非常非常大的雨的话 你已经升完了没关系 你照常用行 如果说是在您升降的过程当中 我建议不要选择瓢泼大雨的时候 第四块大家不要担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车子这么大我怎么停啊 可能我们天天生活在城市里面啊 抬头就是天花板了 觉得这个车子好像不好停 但当我们其实真正的走出去了之后 你会发现 妈呀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么的宽广 小到酒店民宿旁 大到上海湖泊间 哪里不能停下它呢 它只不过是一个车长不到六米的一个尺寸嘛 在这样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才是我们真正享受房车旅途的自由 好了各位车友们 对于这款生存房车S788 您还有哪些担忧的想了解的 抓紧时间在评论区里留言吧 下一期就抓你的问题